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随即低下头来 满目猙獰 咬牙气齿地说 还不是拜你所赐 魏无羡一正 说道 魏英赐你什么了呀 魏英什么也没有赐你呀 怪物道 今日若不是你横插一杠 我千年修行又岂会毁于一旦 变成这人不仁 蛇不蛇的怪模样 魏无羡道 可是你要吃小朋友呀 魏英当然要管咯 嘿嘿 怪物冷笑两声道 还好你是修士 还好你被我分了身 我一口气吃下你们六个小修士 定然比吃五个平民娃娃效果好 说不好到时候就大功告成了 说罢就张开大嘴 对着魏无羡当头咬了下来 魏无羡正了一瞬 反应神速地往后急推 那怪物也就扑了个空 怪物僵了一僵 扭着蛇身就要追上去 却陡然感觉背后一阵刺痛 急忙别过头去一看 就看到蛇身上 齐刷刷地插上了五柄小剑 而直剑的正是被他自己分化出来的五个魏无羡 就凭你们 怪物宁笑道 随即巨大的蛇尾一摆 朝着五个魏无羡 狠狠地抽了过来 飞起来 站在怪物身前的原身 魏无羡立刻大喊 他话音未落 那五个魏无羡像是与他心灵感言一般 眨眼间便飞山而起 从怪物头上藤月而过 落在了他身边 随后齐齐一转身 形成了以六对一的局面 你们怎么又跑回来了 原身魏无羡迅速地左右客看了一眼 大喜道 我们本来就没有跑远啊 我们把五个小朋友藏在了树林里 然后马上跑回来救你 五个分身魏无羡一口同声道 怪物文言盲舌脖子转了一圈 便发现那五个小娃娃 果然不见了踪影 经不住勃然大怒 五个娃娃的精气他才吸了一半 本打算吃了魏无羡之后 继续对付小娃娃们 现在被分身魏无羡们这样一番折腾 怕是要彻底地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怪物怒火万丈地扫了一眼 整整齐齐排在他面前的六个魏无羡 又是熬得一阵长丝 随即人头及舌身迅速膨胀 转瞬间就扩大至数倍 而后血盆大可一张 就要将眼前的六个魏无羡 一口胡伦地吞个殆尽 魏无羡们只觉得乌云压顶般眼前骤然一黑 想要头已然是来不及 只能在房梁魏前辈的惨户声中引颈受禄 却在陡然间看见一道炫目地蓝光暴闪 紧接着一阵腥臭的鞋鱼洒落 拧了魏无羡们满身满脸 蓝忘机在千军一发直击赶到 一剑消掉了怪物的人头 你 你们哪个才是真正的魏前辈 小双臂看着围着呆正的蓝忘机大呼小叫 吵成一团的六个魏无羡 茫然问道 就像魏无羡们已经有好一阵了 面对着一群魏无羡 蓝忘机始终有点反应不过来 起初见到这么多魏无羡 他还以为只有一个是真人 其余的都是妖邪所化 但是稍加分辨便发现六个魏无羡 都是如假包换的魏无羡 便顿时呆正了 魏无羡们结后余生 既心有余计 又喜不自胜 哇啦哇啦围着蓝忘机叫个不停 一个魏无羡激动起来说话都如同连珠炮 这六个连珠炮同时发射 蓝忘机尾时招架不住 所以他被吵的脑子里一拍混沌 除了迷糊就是迷糊 好在还有个房梁在 他凑上前来 扯着喉咙喊道 韩光君 两位师兄 六个全部都是魏前辈 只不过一个是原身 另外五个是分身 都是这个大妖怪干的 说吧指了指地上身 守一处的妖物的尸身 蓝忘机等三人终于听明白了 虽然这种情况闻所未闻 但在修真节发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也就很快接受 蓝忘机又轮番看了看六个魏无羡 而后说道 你们哪一个是原身 他呀 五个魏无羡整齐划衣地抬起右手指 象征抱着蓝忘机的大腿 仰面看着他的原身魏无羡 蓝忘机与人对视一眼 盲弯腰将人提起来五戒怀力 伸手抹掉小东西脸上的血字 柔声说 魏英 抱歉 我来晚了 魏无羡正要说不用抱歉 就听到底下五个分身一通乱喊 魏英也要抱 蓝战抱魏英 蓝忘机正了正 这才意识到分身魏无羡也是魏无羡 便忙蹲下身去 五个分身便立刻在其身上攀爬起来 好一阵安抚才总算勉强让魏无羡们安静下来 蓝忘机也冷静了许多 在暂时不知道如何将分身归位的情况下 将六个魏无羡从一到六编了号 分别叫魏英一 魏英二 直至魏英六 而后吩咐小双臂处理善后事宜 他则带着六个魏无羡和房梁先行 返回了云深不知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